都有不同的答案 但对于已经结婚20年的 王女士和李先生来说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就是他们之间新与新的距离 她是经常在争吵 不休 然后对我来就是埋怨比较多 这么多年 真的没办法解决 没修没了的争吵 我很厌倦 对我本来来讲 这个家庭里面 我是尽心尽所谓的 在无比这个家庭 当然结果我本来 得到她的任务 结果之前 我就跟自己按下决心 我以后再结婚 一定要把家庭经营好 夫妻俩明明都想经营好家庭 也都在为彼此选择隐忍和暴怒 可为何在一起生活了20年 却始终无法走近彼此 是什么阻隔在了他与他之间呢 当进入调解现场 李先生突然提到了一个词 也就是他的情节在那里吧 这个词的提出 让王女士感到诧异 今天我听他说这个词 他甚至都不知道 他甚至会存在这个名义 对 可李先生却曾经因为 所谓的情节 内心受到重疮 独自离家整整齐天 那么当时的我就是说 心里真的蛮火 然后我就直接坐了飞机 到了北京 然后一个信息 那么这个所谓的情节 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他会是两个人问题的 癥结所在吗 王女士又为何会对丈夫 因爱生恨呢 这个是我真正恨 我心里一直在有意义 我心恨他的 在今天 夫妻俩能否在调解老师们的 帮助下 真正的看懂彼此 进行一次心与心的对话 调解 即刻开始 各位好 我是方正 今天本场调解人 欢迎观察团所有成员 欢迎双方当事 王女士和李先生 最近了解 当事人各自的事 最近十几年 我就一直很迷惑 也很痛苦 就想找一个 能解脱的方法 假如两个人 能真正地和解的话 不要总是诸解于往事 就很简简单单 开开心心的生活 要么干脆就分开 大家各不各的 李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其实我的诉求 也真的是跟他一样 因为我们这二十多年来后 确实问题蛮多的 经常正好不休 然后都是可能存在一些 看法问题 那我就想通过 正下满两分钟 跟我们就是说 也有一个明确的 一个困境 如果能够解决的 我们也有办法来解决的 如果不能解决的 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 按照方法往里面 如果能放下去 就是能够 如果放不下去 其实呢 我一直在 没有纠结过去的 这些事 一直在往前面 推进的这样一种 那王女士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 面对如今的局面 夫妻俩都很痛苦与困惑 而王女士更是强调 若是放不下过去 这段婚姻就没有了希望 那么 所谓的过去究竟是什么 为何会横跟在他们之间 近二十年久久未能散去 王女士说 一切要从他们结合式的特殊背景说起 我们 虽然是同学 但是 应该可以说是 先结婚或恋爱的 我是属于卖热心的 说实在的 也就是用年龄到了 想结婚了 然后家里催我结婚 然后 他就是 叫我求婚 我觉得也是个 可以 用来结婚了 我可以理解为是 没有什么感情基础的 就决定了结婚吗 是的 他也知道我原来谈过恋爱的 在接受李先生之前 王女士刚刚结束了一场 长达八年的恋情 但因为到了结婚的年纪 而他和李先生彼此又是同学 你认识本来是 唯一